游鱼步 蹦蹦蹦 蹦蹦 蹦 蹦蹦 蹦蹦 蹦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为大家继续带来高级精英篮球继续动作 这个动作我们从左边开始 你过来 游鱼步突破 蹦蹦 米外运 蹦 嘿 这是非常 优美 并且华丽 并且实用的继续动作 跟我一起重复 继续动作 OK 过来 首先 你面对这个防守人是我经常用的 游鱼步 游鱼步 我一跳 蹦 右左 然后呢 在你游鱼步完了以后你往前走的时候你的呼球手拐着它 蹦 蹦 然后你走 蹦 背后刹车 所以 有一步 一拐 蹦蹦刹车 这个时候 是有头刀空间的 然后呢我记得不久之前我们练过一个这个我们练过一个 蹦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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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注意一个细节 首先是你几拜日 蹦 假装变下 在那儿走 第二个我现在要说的细节就是 有的时候这里会站着一个 斜防者 在蹦里头 所以 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蹦蹦蹦 蹦 蹦 高扰它 或者 高扰 这是高扰 或者低扰 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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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最后呢 就是这个篮下终结 你看我现在用的是 抛头 跟我一起重复 抛头 弹幕刷起来 还有种方法就是你使用一些 拉干几球 蹦 犹豫 走蹦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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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蹦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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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呢再说一个这个招手的后招 就是你蹦蹦 蹦 蹦 你的 原本防守人把你的路里的外人后那边堵死了 这个时候 做一个 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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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么 我们今天练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们的上篮 尽可能就做拉杆 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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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蹦 不不 最后呢 我们还是要 要有一定的头篮能力 这个动作 头篮最好的 这节点其实就是 不重视 不重视 这个头篮 我们过来 蹦蹦奥 欢迎大家购买篮球训练计划 我们下期再见